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年我获得三年我获得的学位就可以了 但是在美国不是这样的 美国呢首先呢你要搞清楚这个硕士呢 它有学术性硕士和职业性硕士之别 那么美国的学术性硕士和职业性硕士呢 各个大学的要求的也不同 在招生的时候要求也不同 那么学术性硕士呢它是将来是可以通向博士的 那么职业性硕士呢它是通向不了博士的 那么它是一个终端性的硕士 那么假如说我把我当时选择的这种职业性硕士 后来我又想读博士怎么办呢 那你前面学的这些课程呢就全浪费了 所以呢在同学们在选这个硕士的时候呢 一定要了解美国的这个特征 它有学术性和职业性 那么再一个呢 美国的这个不论是学术性硕士还是职业性硕士 它都是按学分来计算的 中国呢是一年两年 但是美国呢它是要三十个到六十个学分 那么这个三十个到六十个学分是怎么来计算的呢 来根据你在中国的大学里面所学的这些专业的课程的认定 来认定你需要多学多少个课程 比如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美国的研究生呢 他不向中国录取 有非常严格的标准 就是说我是学医学的 本科是学医学的 我硕士只能招医学过医学的硕士 在美国是没有的 比如我今天是学的是法律 我到了研究生 我照样就可以考医学 那么我只要修了化学 生物主要的几门课以后 我报告这个医学的硕士也是可以的 比如我本科我学的是机械工程或者是计算机 真正的和法律都是不相关的 但是你报考这个硕士的时候 你也可以报考 那么你只要把它基础的课程修过几门就可以了 有的学校甚至说你没修过都没关系 你到我大学里来 那你跟本科生在一起 把这些本科阶段的课程修完之后呢 你就延续你的硕士课程 所以他这个学位呢 是30个到60个不等 那么我们有的同学如果是希望我快快的去美国短 我就想要一个学位 那么这样的话 你选课程的时候呢 你就要选那种比较短的 就是上30个学分不教论文 就很快能回来的 这样所以根据你个人的要求 你可以自己选择 再一个美国呢 就是说它的这个教育特点呢 和中国的硕士教育有不同的地方呢 美国呢 它是注重课堂的讨论 还有作业 还有小论文 还有演讲 那么我们的是一个学期期末考试 写一篇最后毕业论文 是这样的一个教学的特点 所以美国的这个硕士的 尤其是对理工科的学生的硕士是要求是非常高的 没有统一的教材 说我们研究生像我们中国教育部规定一个统一的教材 研究生呢都要用这个统一的教材来实施这个课堂 那么你的教授 他会拿出来 现在世界最前端的 最先进 最尖端的部分的文章 摘抄这种文章 写出其中的论点 让你去查资料 来去和你自己学的相关的专业 去吻合做这种调查 做这种研究 他是教授给你留题目 回来共同讨论 完成作业 再把你做的研究的报告 讲给你这个系里面的学生 那么每一个月 每一个学生呢 都要为像他的学校的教授呀 或者甚至是不相关的人 就像我们坐在那个演播室一样的 他要上台做好PPT 每个月要有一次演讲 这样呢就同时也提高了学生的一种表达的能力 再一个呢就是说他的实践活动比较多 就是做实验呀 还有练习的这种比重 要比课堂老师讲的要多 这是美国的一个教育的特点 讲的过程中也曾经 也对比过中美教育的这个差异 那么我现在把它又总结了一下 就是说是有这几点 中国呢有这个研究生呢 是统一考试的 两年三年毕业 就是都定死了 就是我研究生去两年三年 那么授课的方式呢 还是以应试教育为主的 那么就是期末呢 是一次考试 那么在美国的大学呢 他实际上没有这种统一的考试 这种考试呢 有一个GI或者GMET的这个考试 就是说你随时就可以考 你第一次考的不理想 你可以考第二次 他有机会的 那么毕业的时候 你完成的也不是按一年两年来毕业的 有好多学生也问我 家长也来咨询的时候 就问我说 老师 美国研究生几年毕业 我说这个研究生 根据你选的课程 是按学分的 那么美国呢 有一个规定 什么样的规定呢 就是说 我们的研究生呢 那我三十个学分的话 我一期一年 给他读二十个学分 一个学期 我读二十个学分 我不是两 一年半 我就一年两年 一年我就毕业了 你不可以的 他的移民局有规定的 就是你一个学生的最多 你一个学期不能选十二个学分 但你也不能太少 有的人说 我运美国的这个身份 老在美国待着 我就不回来 那我运这个学生的身份 你也不能少选 所以最低不能九个 最高不能十二个硕士 如果是本科的话呢 最低不能低于十二个学分 最高不能低 高于十八个学分 这是美国呢 是非常有严格的这种规定的 所以呢 就是说你的这个学分呢 是要按照你的学分来毕业的 那么它是有作业 小论文 学生呢 自选的这种研究性项目 课题比较多 就像刚才我给学生介绍的 给你们介绍的 美国的教育特点的时候 教授呢 有没有统一的教材 那么教授呢 他会给你选一些 你有兴趣的 一定是你有兴趣的 你将来想要发展的 那个方向的课题 你自己去找来 和你现在的课程匹配起来 你去做这种研究 那么这个是非常能够锻炼 你将来的研究的 这种综合的能力的 那么 实习和社会实践呢 都是比较多的 美国的大学呢 他都和很多的企业呢 他都是有相互之间 有合作协议的 比如说你是学工科的 那么他有 他的教授呢 都会有研究的一些项目 那么这些研究的项目呢 在中间的你学生呢 你可以去和这个教授 做教授的助理去做研究 那么你还可以获得这种 你的留学的资金的支持 感谢您的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